Hello,大家好,我是游夏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下你们要的右手款式 首先冰头罗夫一遍打底 然后这是两遍打底 这个颜色居显手摆啊 然后呢,就是说小店里边有 直接用浮胶把咱们家9块9两盒的那个金箔给它斩上啊 两盒是金银各一盒 然后上的擦几封层照灯擦掉浮胶 然后咱们来给它这个上石膏胶 用这12块9一支的小彩绘笔 把石膏胶涂鸦在甲面上 石膏胶首先它是棉袭的 然后不流动的 所以说它做出来的造型呢非常的好看 然后啊,就义 因为它是立体的 咱们不要太靠边框 那的话会放大咱们的甲面 然后大拇指和小拇指是同款的 我把这石膏胶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啊 19块9一瓶啊 然后全国保佑的 石膏胶做出来的款式虽然简单 但是特别的有质感 然后无名指和中指上擦鞋 照灯擦掉浮胶 用大粒胶去沾这个小蝴蝶 还有这个网红的小花 咱们这个大粒胶呢 嗯,跟棉袭沾灯胶的区别 就是说大粒胶我没用它沾过这个尖底钻 所以说呢,我在视频中 一直就是说沾尖底钻的话 就强调你们用棉袭折腻胶 棉袭折腻胶胶 它就是可以沾各种的形状的钻 还有这个饰片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步到位的 然后实质的话 直接用这个不流动的脖筋缸呢 来给它画了一个小猩猩 这个不流动的脖筋缸密度特别的高 像用它拉线条勾边框 做法是毫无压力 然后它饱和度特别的高 一点点就能 就是画得很饱满啊 小爱心找好以后呢 照灯,然后咱们上了一个加固 上了一个擦洗风层 最后把视频包边填缝就可以了 学会了吗? 记得给我小猩猩哦 么么哒